歡迎回來直場教導資有萬必達環節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幫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者是傳電郵幫我們 在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要財證券研究部的經理 直耀輝Stanley Stanley 你好 Stanley 上一節都跟大家講到 講一下積差的股份 見到是勝利管道1080 現價跌得比較急 跌四成多 之前核數師安永曾經質疑他盤數 令到他遲遲都未能發佈業績的勝利管道 終於公佈了自至去年底子的傳言業績 公司股東應佔日理 是6277萬5千元人民幣 過年減少超過3.3 每股基本盈利2.53 翻末期息是0.672分 期內公司的收入增長5.4% 兩項核心業務方面 看到SSAW的刊管業務減少13.4% 而懶彎型的降業務減少 按年減少超過4.6% 似乎業績的大數好像不是很差 只是倒退3.3% 但看出來的股價表現 就告訴大家 業績是很難令人接受到的 我想要兩看 因為你可以說市場 其實對於一些可能是 條數 一些古怪的公司 而且始終公司本身 都停牌一段時間 基本上是今年2.3月左右的時間停牌 如果停牌這麼久 其實大家一見到它 不會你嚴不嚴跡 一見到富汗派的時間 大家真的爭著出貨 都真的不出奇 其實今天你見到另一隻 都同一個牌 好像4.5年的股份 就是175的覆和 我跟它說是另一家公司 福企食品 福企食品 都是富汗派 但跌幅更加恐怖 跌九成的 近年都比較少見 所以反映大家對盤數比較古怪 而且可能看到停牌這麼久 一復牌 有這樣的情況 都真的不出奇 但如果你看到公司本身的業績 雖然大數 你見到現在這一刻跌三成多 似乎又不是很差 好像現在這一轉 很多公司發營景 營轉規都可能沒那麼誇張 但問題要留意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說這個管材公司 比較大家熟悉的就是這個珠江鋼管 以及這個勝利管道 但剛剛阿里葛你也說到 你說本身勝利管道做的SSAW 其實那個複雜的程度 和那個跟你說好像珠江鋼管 那個LSAW相比的話 其實SSAW是比較低檔次 而且本身市場上競爭比較大 所以大家一直以來 也可以這麼說 如果以那個本身業務的穩定性來說 其實這個珠江鋼管的業務穩定性 比較好一些 但當然上年時間 或者是過去這半年的時間 連珠江鋼管都要發營景 當然公司本身也有說到 可能有些自己本身 基於公司內部的原因 但也反映上半年的情況 其實是不好的 不過當然很有趣的 其實你看看這次1080勝利管道 這份業績是講到去年 而去年的時間 其實內地的管材方面的市場 其實是不至於這麼差的 所以公司有倒退的情況 其實已經第一刻 第一件事是做得比較頑皮 當然了 可能跟公司的行業本身 競爭有關 競爭比較大 有比較密切的關係 但撇除這件事 看看公司的業績 事實上 其實公司也有些挺有趣的東西 先說回收入方面 其實以銷售鋼管來說 其實公司的營業把 是跌了 大概是一成兩左右 公司也有金屬商品貿易 可能是做一些 Trading的生意 那裏大概是 接運4億的營業把 當然了 如果這樣說的話 以上年來講 12年比11年的話 營業把其實升了上來 但之後有趣 因為本身 公司在其他收入方面 會見到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 首先利息收入方面 公司是跌了一些 入到4700萬 到3800萬 這也不奇怪 因為上年可能內地方面 都可能許私人上面是少了 利息收入方面 收入也不奇怪 但問題是當中 就包括一件事 就是一次性達成節能標準 獲得政府補助 而這個數本身是7200多萬 所以令到上年 你說在公司本身 其他收入方面的話 就由11年4800多萬 到1億1000多萬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假設 如果是節能的 政府補助的話 其實11年時間 只不過只有21萬左右 反映上年時間 這個數突然間突飛猛進 由大概20多萬 到7000多萬 所以變相之下 如果你扣除7000多萬的話 其實公司上年實際上 就不是有盈利的 因為本身 你看看公司在上年左右 基本上公司所賺的錢 大概是5000多萬左右 6000多萬左右 如果你撇除這個數的話 其實公司上年是有虧損的 所以你可以說 大大的數字上面 公司是有錢賺的 但問題是 這些都可以說是 一些財務上的 叫做分析了 如果你撇除這些東西的話 公司的業績其實是差的 所以公司的股價 今天有這麼大的跌幅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其實公司的毛利率 也做得相當之差 有至於2011年度的7.9% 減少到去年度的3.7% 公司解釋 毛利率下降的原因 主要是較低的 金屬商品貿易業務 以及SSAW的刊管境內 製造成本增加 但是跌幅比較誇張 跌了超過3個百分點 是啊 你都理解到 因為本身也的而且確 你可以說做一些 Trading的生意 其實毛利是相對比較低的 但是同一時間 都反映了 似乎公司 即是這個勝利管道 所身處的行業 SSAW 本身那個競爭是很大 因為剛才都說到的 這個技術本身 其實是相比 好像朱翁鋼管 LSAW 是低檔次很多 而且好像 甚至乎朱翁鋼管 也是 其實現在是時候的時間 都會打上SSAW的主意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行業本身的競爭力 競爭性 是越來越大 所以你可以說 勝利管道雖然是火爬的 但是前景方面的話 似乎都 到現在這一刻 都依然是 相當不樂觀的命案 雖然剛才提到 朱翁鋼管股都發了刑警 勝利管道之前發刑警 現在出了份業績表現 大家都不是那麼滿意 令到股價今天大跌 但是如果要買相關的 葉岩器概念股的話 會不會其實剛才提到 SSAW 或者朱翁鋼管股 做的另一個業務 大家要看這件事 先去再炒相關的概念 我想你如果炒 這個叫葉岩器概念的版塊的話 這個勝利管道 我都不知道要進不進樓 這個都說真的 因為本身你可以說 葉岩器 正如大家是叫做 這個叫做葉岩器 但問題是它的成分 基本上跟天然氣 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變相之下 反而你可以這樣說 所謂的管道 其實都可以說是蠻適用的 只不過就可能在管道裏面 可能要塗一層防腐的漆料 但問題是要在 欠那個 或者這樣說 一些比較長途一點的 那些管道裏面的話 究竟勝利管道剛剛用 這個都不得而知 但是你可以說 剛剛說到的 這個版塊本身 競爭很大 還有 SSAW 不算是甚麼特別 很專門的管道 一些設備 所以變相之下 公司的前景 你可以說在將來的發展上 依然都面對著比較多的挑戰 似乎今天大致下來 都不是那麼直播 暫時不宜遷手 好 麻煩你 另外我們解答 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首先有位周小姐 發了一個電郵 想買一隻吉利 之前買了貨 3.98元入了 問現在2.98元 1元價 應不應該扣貨好 甚麼價位扣好 事實上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吉利本身 就算你問我也好 其實我也覺得是OK的 前景方面 未至於特別差 特別是公司之前公佈的數據 其實是挺不錯的 但無奈 你可以說這個板塊 都面對著比較多的 叫做吳元朗的因素 特別是之前的時間 內地方面也有些說到 那些汽車的公司 因為為了要騙補貼的話 可能將引擎的匹數 都亂搞慢了 這些因素都可以說 令大家都覺得 是比較負面的因素 會影響著 還有就是 始終大家對於 內地的經濟情況 看來不是那麼樂觀 所以連帶之後 連這一類的板塊 都受到拖累 但只不過 譬如之前那位買了貨 現在這一刻 我都會暫時建議你 先拿著貨 如果你在資料的時間 假設有個股價 可以反彈上 大概三個四個 三個四個附近的水明時間 才考慮到之前 好 麻煩你 這支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要問Stanley 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必須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 好 麻煩你 轉頭回來 就是半日總結的環節 就會有第二位分析員 和大家看看半日市的表現 恒之現在仍然跌四八零六點 稍後回來見 小心翌日 再到最後一會